11月11日是自来野的生日 作为火影中最具人格魅力的角色之一 自来野其实也是我最喜欢的火影角色 虽然光棍是咱们国内对单身男性的认知定义 不过自来野的这个生日 确实也非常巧地契合了自己单身男性 爱而不得的人物设定 而作为我最喜欢的火影角色 自然也会有特殊待遇 所以本期视频咱们就来讲一下 自来野的10个隐藏设定 说起自来野 他其实并不算是火影中的原创结色 包括在爱门早期的林志书中也提到过 自来野是在许多忍者故事中都会登场的有名忍者 自来野的忍者形象 应当是来源于日本江湖时代末期 由作家美图袁孝颜等人手作的小说 儿类野豪杰谈 儿类野像居住在越后庙高山的仙素道人 喜得蛤蟆妖术 并也在这部作品中也已经出现了钢手与大舌丸 后续作品几近改编也愈发出圈 火影也是受此影响的作品之一 所以在火影中咱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致敬的设定 例如自来野初登场时便自称 妙木山缠除精灵 仙素道人 并且火影中也沿用了自来野 刚手大舌丸与三耸的设定 当然儿类野豪杰谈这部作品 其实还能继续向前追溯 那又是另一部江湖时代的小说 自来野说话 甚至可以说儿类野豪杰谈 也算是将以自来野说话为主的自来野宇宙 梳理融合之后的产物 而关于自来野说话这部作品 由于说法便是其参考了宋代邪学小说 邪史中的盗贼《我来野》的设定 所以按照这个说法来 自来野都能算是半个中国人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而在创造设定方面 关于自来野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由于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角色形象 所以在火影连载之前 暗门就打算让自来野出现在作品之中了 并且在林志书的草图中 他出现了导弃自来野的形象设定 在自来野的肩膀两头 各有一只蛤蟆 暗门当时在林志书中 还说打算把蛤蟆设置成夫妻俩 不过后来觉得很麻烦就放弃了 但是这么一想 这夫妻俩不就是后来的身作芝麻仙人吗 嘴上说的麻烦 身体倒是很诚实 估计暗门当时也没有想到 自己在几年后 会再次实习这个很麻烦的射箭 自来野也会使用雪橘陷阱 这其实是对火影部分设定的错误理解 少年生的自来野曾经对三代说过 自己会使用一种透顿术 而在后来的火影动画原创剧情中 动画族给月光疾风也安排了一个名为透顿术的能力 因此也有不少粉丝 就把这俩能力联想到了一起 但是自来野的透顿术远没有那么高大上 在《斗座》中记载 自来野的透顿术其实就是偷窥术 听这个名就很低级了 按照当时小自来野的水平 估计也倒不出什么很厉害的人数 所以说他的透顿术 跟后来月光疾风的这个 很大概率上就是不达嘎 并且在动画中 也并没有交代月光疾风的透顿术是续续线术 包括政治术中 说明自来野的能力时 也并没有标注他有续续线术 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自来野会续续线术了 虽然自来野没有续续线术 但是自来野却有一个非常强悍的被动技能 几拼目视 自来野就可以判断出对方的胸围 因此当卡尔西看到自来野密码中的106时 就想起了当初自来野被动机的那一幕 并且直接说出当时刚手的胸围有106 哎 刚手轻微106 这个全起来要烤 当然这个画面中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这里的自来野配戴的是木页火额 不过结合当时的刚手 也带着初代火影的项链来看 这个情景可能发生在早些年 刚手还没有离岑之前也说不定 当然了 也可能是作画失误 毕竟火影里关于火的作画失误实在是太多了 自来野与妙目山到底有何关联 抛数对文学作品的致敬之外 这点在漫画与动画中 算是有两种不同的答案 漫画在恒岛旧将其解释为 自来野家中是在传承 与妙目山通灵蛤蟆的契约 虽然后续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 不过就这个设定 倒也没出现什么矛盾的地方 当然 除了暴风水门 稍微又吃了点树之外 而在动画中 因为加上了两集自来野人发铁 也让自来野与妙目山的故事 进行了二次演绎 自来野因为在没有签订契约的情况下 发动了通灵树 结果导致自己印象良错 来到了妙目山 当然这两种演绎 也算各有各的好处 各位又更喜欢哪个版本呢 自来野身后的卷轴到底是什么 这个估计真的要成为一个 无法揭开的谜团 有人说那是妙目山的通灵契约 但是这个契约卷轴 其实当自来野通灵树的蛤蟆 带过来的另一个卷轴 有人说那是自来野封印天造的卷轴 但是自来野使用风火法印的卷轴 其实是很小的一个 还有人说那是封印 名人体内久尾的钥匙 但是自样风的钥匙 也是一直由蛤蟆淫妇的保管 而自来野身后背负的卷轴 似乎一次都没有打开过 并且这个卷轴 也在与配音的战斗中下落不明 或许也真的如有的粉丝猜测那样 卷轴里就在这儿 牵着天堂的底稿吧 如果要谈起自来野身上的谣言 那所谓的唯悠门士对象火盾 是S级火盾 真得算一个 有这种错误的认知 估计也是有忌惑情节的原因在里面 自来与蛤蟆文泰曾经使用过一招 蛤蟆油烟弹 这招 石油自来野负的火盾 文泰负的土油 所以这招是石打石的火盾 而在宣伐五一位门中 石油自来野负的土油 神作仙人负的使用火盾 至马仙人负的轰盾 而攻击的手段 也是被封于火加热之后的热油 因此五一位门压根就不是火盾 并且因为像宣伐 薛吉仙也等数的携带条件较为特殊 所以宣伐五一位门 也是没有难度评级的 因此宣伐五一位门 是S级火盾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认知 不过五一位门这个数 也有对应的典故 他一开始参考了日本侠盗 石川五一位门的故事 因为石川五一位门 最后便是被封身秀吉 以扶主之行 也就是下鱼锅的刑罢处死 锅锋水门是自来野领养的孩子 相信不少粉丝 也都听过这样的说法 但是实际上这个说法 在任何官方说明中都没有提到过 自来野由水门的官方认证 就是师徒 或者说是相当有情义的师徒 即便是特别喜欢搞事的动画原创 都没有过水门是自来野领养的孩子 或者是水门是自来野 捡来的孤儿这样的说法 例如在动画第408节目 也只是说 自来野在水门心中超越了师父 像他的父亲一样 也通过这样的诠释 调定了自来野与名人的爷孙情 自来野与水门有师徒情 父子情 与名人有师徒情 爷孙情是真 但是水门是自来野捡来的孤儿是假 自来野到底有多有钱 这个在咱们的往期视频中 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作为目前火影中 已知完成任务数量最多 海金量最高的人者 自来野有钱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光斗志书中 就说明过自来野存款有几千万两 折成现实 就是几亿日元 更何况自来野还是日销出 《亲耳天堂》系列的作者 在冰之书中也说明过 亲耳天堂的电影 每天都爆满 所以真要凭火影中 都有钱的人者的话 那自来野绝对能跟某位 耿中的奇暴夫妇婆 拼上一拼 不过说起《亲耳天堂》 在临终书中甚至还说明过 卡卡西同18岁生日那天 就开始阅读《亲耳天堂》了 哎 小黄叔卓人是害人不浅啊 取悲躲住坑小道 不去教名人 卡卡西算不算是一个称职的老师 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要讲到自来野 在招呼故乡之战中 曾经暗杀过一书回忆 那就是在中人考试正式赛之前 自来野跟卡西见过一面 并也跟卡西交代了 让卡西教导走住 而自己去照顾名人的嘱托 所以说达从一开始 名人与自来野的相遇 就不是纪缘巧合 而是大人们的安排 几句查克打混 就让传说中的三忍书气为图 这么天方夜谈的事情 估计也由名人能够信以为真 传授名人妙门山的通灵之术 叫名人控制九位长安拉 陪伴在名人左右 这都是自来野事件安排好的罢了 好 讲到这里 本期的视频基本也就告一段落了 关于自来野 关于火影中其他角色的设定 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呢 也可以发到评论区里留个言 这里是景星日的火影科普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